HAPPY BIRTHDA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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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到場地就是另外就是尾核這邊的一個萎縮 那那以及這兩邊的那個誰 Britamidal的一個那個萎縮這樣 所以在背核的不管是以一開始的那些高顯影表現 或者是到之後的萎縮 都是他們一些常見的這些發現 那他的話基本上他還會有很多的白質的病變 所以造成他之後後續會有類似失之症 以及動作思考緩慢的一些症狀 那他們這個基因基本上是在我們的X基因的第13歲上面 在我們的那個場地上面 那基本上他的 他也是由那個誰48的一個BG的一個疊病 就是一個三病的話 他平均他平均的年齡的話大概都是只有44歲左右 那發病年紀大概是39歲 那大概就是說他們的平均死亡時間大概是55歲左右 那他們在當地的話有組織一個互助小組 那他是以黑絲帶作為一個標誌 那大部分百分之 男性比女性的話 你卻大部分是代元 那男性的話大概是100比1左右 對女性的比 那他大部分呢 大部分都是以呈現是以失張症為主 那什麼叫做失張症呢 就是肢體不自屬的痙攣 那他是一個漸進性的 那睡覺的時候他會消失 那他會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方式去讓他消除掉 或者是他會連動其他身上的肢體也有類似的症狀 那他的這個部分失張症的話 在病人本身不只是手腳 有些人是以臉部 甚至是以那個牙齒緊迫這種為做表示 所以他的那個表現非常多元 那老年之後大部分典型的話會進展到八重生肢症 不知道八重生肢症後群 那八重生肢症後群的話也可以在也可以在之前發生 但是大部分典型的話就是以失張症到八重生肢症這個過度這樣 那這個是他的一個圖示 可以看到這個是在1975年美軍那時候到菲律賓上面 所拍下來的錄像 這疾病其實在邦曼島本身是流傳非常的久了 那漸漸慢慢的會進展到固態不穩 就到我們所謂的中間的混合型 之後再到我們所謂的老年這種八重生 但是能不能活到這麼晚的話大部分是很少 所以他平均年齡只有55歲 大部分都是比正常人少了大概15到20年左右的雙命 HAPPY BIRTHDA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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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TO YOU